大家好,我叫武竹,是一个瞎眼人贩子 这一天我偷了一个小孩给我们同村的范老头 干完这一票之后,我拿到足够多的钱在家乡开了一个小铺子 一晃八年过去了,虽然我开的铺子并不赚钱 但生活还算安稳,没事可以边边箩,还可以做做饭 可这一切就在那天晚上被打破了 范老头家的儿子跑来找我说是家里进贼了 我赶紧前去查看 可是从这以后,那个被我拐卖而来的小子就越发喜欢来找我 经常跟着我去山上踏青,也时常来我的铺子里坐坐 就这样,我看着他从八岁长到二十岁 在报考高考志愿的那一天晚上,我告诉了他的身世 我希望他能报考京都,因为那才是他亲生父母在的地方 他很震惊地看着我,我没有继续待在那里,灰溜溜地离开了 他拜别自己的养父母,就去了京都求学 刚到京都就被人骗了一笔,后来他就去大学报到 尽管遇到一些对他十分不友好的同学 但是人会有热心肠同学会帮助他 他就这样一边学习,一边去找自己的亲生父母 而我就这样看着他跟同学聚会,跟女朋友交游 想着他现在应该很幸福 可是,事故却突然发生了 有一天,他女朋友带他回家 他才知道自己交往的是当地黑帮老大的女儿 更严重的是,这一小子跟学校校花发生关系的事情 已经被黑帮老大知道了 有一天,他经过一条小巷的时候 突然钻出了好几个人,暴打他一顿 幸好当时有人路过救了他 而那个跟他同行的人已经被活活打死了 看着范贤一瘸一拐地走在街上 我决定为我的过错承担责任 我跟着黑帮的车来到他们的交易地点 我静止走了进去 拿起那把我曾经用过最顺手的武器 时间过了这么久 江湖上的人果然早已忘记我的存在 杀完这些人,我就知道我犯下了大错 我决定找范贤谈最后一次 但很显然,他依然不肯听我的话 我带他来到京都外的一处别墅 我告诉他,你的父母就在里边 他和家人团聚了 我也该找到自己的归宿了